像现在说的叫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现实跟理想呢 有一些距离 生活中再多的挫折不要放弃 家长讲的这些东西 诚实 善良 守心 这个是根本 这个东西是你一生要做的 一不诚实 诚实要用你一生来兑现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样体现诚实 那么有一些是根本违背诚实的 绝对不能做 最终的回报呢很有意思 坏人的回报很快 你不是偷东西 咔 钱就跑到你口袋了 打劫 但你要挣钱了 你发现这个链条很长 这个钱最后到你口袋 经过这么多环节 但是呢 做坏事呢 它不能重复 你打劫第二次试试 第三次总有一次抓住了 但我打工 事很慢 我诚实 但这件事呢 钱绕回来绕回去 绕回了二十个环节 才到我口袋 但是我可以重复 重复以后加起来二十年 我比你大节肯定要多 而且我还被人尊敬 我们做企业的时候 面临同样的问题 你作为一个领导者 你管一个社团 管一个公司 面临着每天 你究竟是选择诚信 去追求长远利益 还是选择狡诈 虚伪 去获取眼前利益 你比如我们在 刚开始的时候 很小的公司 每天也面临这个 你做不做坏事 对吧 有些人看人家 那做坏事 比如赖账 人家夸 那个时候叫切债 千里比钱 像切豆腐的 想办法用法律 交易的时候 切掉 我看人当时就买了 奔驰 住了豪宅了 我们大家在这还债的 当时想不通 后来我们就扛住 结果那些 干完这个事 银行 朋友 没有第二个找他的 但我们就是还 坚决地还 哪怕自己 睡地铺 发不出工资 我都还 就坚持坚持 坚持到现在 我们也快更年轻了 但是公司现在 进入一个很 良好的状态 那我们仍然能够 非常好的 跟大家交流 这是一个 博弈的模型 这个博弈的模型 你在年轻时候 你得想清楚 否则 你一生都苦恼 其实这是一个过程 现实很骨感 但是骨感 是让你要怎么样丰满 你要在这个技术上 不坚持 骨感就变成了骨碎了